字幕志愿者 2005年在國光幫幫忙 兩人大和解 2007年在關島二度結婚 今天這對麻辣夫妻 將在節目上辛辣大爆料啦 我剛剛結婚大概是 兩三個月到半年了 我就半三次這樣 整個所有家具包的所有 大概三個口辣就這樣半家 分開其實是衝動的 如果在當時有一個 一秒的時差 一秒的時差 一輩子 一大一的兒子 就在晃開你的手 別人一年十次 聽說你們一個月十次 然後配合度很高 我拍照 在炒菜也要應付 哇塞 很猛喔 炒菜還要炒飯 今天我們要訪問一對夫妻了 其實這對夫妻 如果你真的要形容他們 你會給我 Tro love 真愛 真愛 對 我們談論過這麼多愛的話題 他們就是真愛 就是真的好像 他們會讓我們感覺到說 生命中真的有所謂的The one 就是那個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 還有我覺得他們 女生也是就是敢怒 敢言 敢做 敢當 然後男生是整個台灣演藝圈 在亞洲演藝圈裡面 唯一敢當偉忠哥的 最大膽的 是 歡迎我們的孫氏夫妻 大家好 大家好 孫氏姐 好 孫氏姐好 有...彭哥... 我們在正愛是因為我們有三批 什麼意思 包括我兒子 才有辦法愛這麼久 如果沒有三批 只有兩批怎麼會夠呢 是 那你們現在是四批嘛 對 我們四批 因為我們在強而有力耶 很開放 對... 所以其實這個 我覺得婚姻要維持久 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每一個人維持婚姻的秘方 其實在這個他們的故事呢 全台灣人都非常的熟悉了 那既然這麼麻辣 我們第一趴的問題 好像就很辣了 滿酷的啊 我覺得第一趴就問 我覺得兩個保養得也太好了吧 是不是因為... 這個我有問必答 盡量問 是不是因為新生活 真的非常的沒問題 所以別問了啦 不是 別人一年十次 聽說你們一個月平均十次 如果有空的話 那要有空啊 有的時候忙啊 忙是真的沒有辦法啦 對 這個其實要問一下孫萌大哥 是不是鼎音姐 到底有什麼魔力抓住妳 牢牢的抓住妳 對 妳這個怎麼會問他呢 應該問我喔 妳施展了什麼東西 沒有 我讓他沒有機會 去找別人就找我啦 沒有 我覺得... 這句話 龍虎之年喔 可能女人似時如虎 其實男人也一樣 而且呢 打高爾夫真的可以促進這個 性能力 不是 真的嗎 你們結婚到底幾年了 算邁入十六年 中間那兩年不要算 因為從認識開始 從戀愛到現在 應該是十七 十七年耶 十七年還能保持這種 你知道嗎 十七年不得了 我常跟她講 我說妳不能跟我吵架 也不能跟我感情不好 妳知道為什麼 如果我今天只是妳的朋友 也十七年夠麻糬了吧 更別說我是妳老婆 朝夕相處 要她更疼我 要對我更好 對 所以我打球都是為了她 練腰力 練腰力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有一個故事是 我這個真正發生的 我有幾個哥哥 大概大我七八歲 他們在早年 只有老三台的時候 他們都是業務部的精英 那他們做業務 其實應酬非常的多 然後那個時候應酬都是 可能都到兩點 三點 甚至於天亮 所以很多大概四十歲就不行了 然後他們大概就聽了 他們在上一輩的哥哥講說 去打高爾夫 因為高爾夫在那個年代 都是用走路的 不像現在都是坐球車 是 有車子可以坐 所以這樣走著走著 下半身的血液的循環 特別的好 你只要講一講 等一下攝影師都要跑去打球 沒有 每個人拿攝影機 都這樣拿 對 所以這個是勞工體能 一直維持得很好 然後那丁姐剛有講到說 其實有... 育膚有失 什麼 育膚沒有染過 不是 從來沒有拒絕過這樣子 任何情況下嗎 好猛喔 炒菜還要炒飯 炒菜是什麼形勢 我說話 對 冷靜... 我說譬如需要的時候 我就會放一下 我不記得我們炒菜的時候 我有要求過 我是說如果我在做飯 也要配合 隔壁老王 對 感情好的夫妻是這樣子 什麼都可以聊 那甚至是呢 我們也知道 男人有很多不同的性幻想 甚至是可以去滿足 老公的性幻想 這點也還不錯對不對 還是你是 你說讓他做我想別人嗎 不是... 不同情境啦 比如說... 對 比如說他喜歡你穿什麼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我覺得那個 對我來講 我們兩個覺得那個 還滿噁心的 我不需要角色扮演 我就是你老婆 你就是我老公 哪天他扮個軍人 要跟我做愛 我不覺得怪 其實我曾經想過 曾經啦 就在今年年頭 我希望老婆可以 像美國的芭比娃娃 可是呢 我有個學妹 他常常電郵給我 說一些世界的各地的資訊 他說學長你知道嗎 美國的芭比娃娃 今年已經六十歲了 這十歲的幻想是不是 剛才心都涼了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男人 會有心幻想 女生也會有啊 有沒有... 鼎音姐有時候是會主動 就要求她配合 沒有沒有 我還好 因為我夠愛她 我不需要她做任何事情 我只要她愛我就好 只要做夠這一點 我什麼都可以配合 我一直常問我 說媽媽 如果爸爸以後變很胖 然後很老很胖的時候 你會怎樣 我不會 我覺得她很可愛 我會給她 咕噹咕噹咕噹 怎麼這麼可愛這樣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們剛剛前面在講 說真的是我們看到的 我覺得大概我看到這兩隊了 一個張宇 十一郎 一個就你們 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曾經分手過 然後又在一起 然後在在一起的時候 十一郎就跟張宇講很清楚說 你要想清楚喔 不然你再走的話 我是活不成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們第一次分開的時候 我是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要看什麼情況下走啦 對啊 你知道嗎 如果說我們還有婚姻的狀態下 對不對 然後 不會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分開 然後又再度走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是不是 其實心裡喔 對方已經在你心裡 坦白說現在我不知道她 她是怎麼想 對我來講 我已經把她跟我兒子 兩個是一體的東西 兩個都是我身邊 不能沒有的東西 內心甚至如果兩個 不管哪一個不在我身邊 我這個靈魂已經都活不了 但是我的屈體要活著 因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要照顧我媽媽 照顧我的家人 可能他走了 我要照顧孩子 孩子怎麼... 呸...有什麼 我還有很多事情我要照顧 那可能我的靈魂已經死了 但是他們兩個在我生命中 對我來講都一樣重要 那我既然把兒子 看得這麼重要 那他爸爸... 那想當然也是更重要啊 所以我跟他講 然後我們再一次結婚的時候 不管我們兩個怎麼吵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一直跟他強調 我說 然後我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說妳休想 休想激怒我 再跟妳離婚 所以妳最好好好對我 因為不然等妳老了 所以這個是女生的心聲 我的心聲... 那孫萌大哥其實 你那時候在分開的時候 有沒有比如說 這我不知道 我只是亂舉例 比如說 在跟別人試著要交往的時候 其實就是整個腦海 都是低音節的影子 其實是整個家庭的影子 不只是他啦 因為那時候還有 割捨不下自己的小孩嘛 然後其實那一段會分開 其實是衝動 誰都沒有錯 錯在彼此不讓步 就是這個時刻而已 如果在當時有一個 有一秒的時差 就沒有那個問題 但是後來分手那段時間 其實是很痛苦的 然後 就想到小孩 真的喔 女人也常哭 我還好 他常哭 他只要一喝酒 我聽說啦 我聽他的家人講 他常哭 他只要有機會喝酒 跟他朋友聊天 或者是跟他的家人聊天 聊一聊就聊到我們 可能是聊到兒子 我是自己抬起自己 就我們這樣 他常哭 會心疼 孫萌大哥那時候 小朋友有沒有跟你說過什麼 在那分開那段時間 小朋友什麼都不懂 二幾歲啊 三歲多 三歲 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大概 兩個禮拜看他一次 然後後來去大陸工作 大概兩個多月沒看他 沒有啦 前面有看啦 這是一招 因為我們... 這是一招 我們是總統統的離婚 大概兩年多嘛 那前面的幾個月 我有讓他看 但是這當中有發生一件事情 我就決定不讓他看 就有一年多沒讓他開講 什麼事 那個是秘密不能講 他有交代不能講 有忘了 所以那個一年多都看不到的時候 有多秘密喔 對啊 孫萌大哥 一年多都看不到的時候 對啊 那個很難過啊 就是說 反正就是 而且在外地工作嘛 然後就是想到就是 也沒有照片 然後就是只能哭 那你再隔一年再看到的時候 小朋友是不是已經有長大一些了 當然 他再看到他的時候 已經是五歲了 再看到我兒子的時候 沒有 我覺得 當然他們是講說 想到老婆想到小孩 但你要想 這世界上很多男人是 就是拋棄棄子跑了 他就不覺得那是責任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兩個人 個性又很像 他剛剛講年輕的時候火爆 然後衝動 管你的 就把它撕掉了喔 然後你...怎麼樣 嘴巴上很硬 心都很軟 然後都很愛著對方 然後呢 又... 我覺得又... 其實他們個性還是很喜歡 是嗎 其實我們結婚證書 撕過一次 我自己有把它黏回去 就是結婚大概不到兩個月吧 吵得不可開交 他就當場撕了就跑了 然後我就把它黏好 然後黏很久 那一次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我們住在內湖家 大概住沒有多久 我們剛結婚大概是兩三個月 不到半年吧 我就半三次家 來來回回 半三次 而且我搬家不是說 像人家什麼的 因為兩個新郎就這樣走了 是整個所有家具包的所有 大概三個頭拉圖 就這樣搬家 後來搬家公司很熟 三次有打折 有打折 比較便宜 而且搬更遠 還打折 不太熟 所以那個時候是為什麼 就是個性太火爆 就是芝麻綠豆小事都吵架 但到最後我兒子 我們到再復合 然後我兒子也大了 他有問說 爸爸 你們當初為什麼 為什麼會吵架離婚 為什麼要吵架 你知道他老爸怎麼說 為了掃地啊 你媽媽叫我掃地 我不掃 他會生氣就離婚 然後他兒子說 為了掃地 他也相信 不是 小孩子不懂 你就跟他講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最簡單的事情 那最簡單的事情 往往也是會有最嚴重的結果 我可不可以麻煩你們兩位 因為我現在剛好有一對朋友 他們也是就是結婚 然後小孩就還很小 然後年輕 吵架要離婚 每天大吵 小吵不斷 你也可以跟他講一下嗎 怎麼辦 對 我會叫他們看這一集 其實當年那個裂痕 或那種痛 其實... 免費的嗎 不是 可以收的嗎 沒有 看一下 你會怎麼跟年輕夫妻講 就是在衝動的情況下 我真正覺得 自己問自己愛不愛對方 如果你真的很愛對方 其他都不重要 想想你們當初談戀愛 第一眼看到對方的時候那種愛 就把他找回來 其他都不重要 然後再一個 當有了小孩子之後 做父母的 只有以小孩為主 不要以自己為主 做什麼事情 都要以小孩的存在